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现世间 他们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 灵幕中的一切是否就是汉景帝地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景帝统治时期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作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缩影 这个神秘的地下王朝能否为我们了解西汉初期的政治质物 公平理事以及法律规范 打开另一扇窗口呢 阳明考古队队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仁 以考古发现为您再现一段鲜活的西汉历史 系列节目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在考古发掘的时候 在汉墓里边发现了一只唐代的碗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个只有一个答案 这个墓被盗了 这个碗呢 是盗墓贼留下的 最后啊 这个碗也变成了碗 这样的事例啊 在考古发掘里边还真是没少遇到过 比如我们在汉阳陵陪葬墓区 发掘的一座东汉墓里边 就发现了唐代的一个小刺碗 这个小刺碗啊 可能就是当年盗墓贼盗墓的时候 用作油灯留下了 中国古代 自从有了后葬之风 就有了盗墓 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呢 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中晚期 我做了20多年的汉阳陵考古工作 平常呢 被朋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汉阳陵被盗过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不知汉阳陵 西汉十一座地灵 从古到今大大小小的盗绝 那真是很难记述啊 而且无论从盗墓者的身份 盗墓的动机 还有盗墓的规模 在中国的盗墓历史上 那都是重重的一笔啊 我们在发掘阳陵其他外藏坑的时候 也发现了很多盗洞 而且从地层上来看 有的甚至找到了西汉的末年 现在汉阳陵的主灵 因为没有发掘 所以主墓室是否被盗 被盗到什么程度 还不得而知 那么汉阳陵和其他西汉地灵 在历史上到底经历了哪些浩劫呢 中国历史上的后葬之风啊 到了西汉的时候 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准确的说呢 是从汉武帝开始的 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 汉景帝呢 还是沿袭了父亲的一些做法 没有过于铺张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皇家的体面 汉阳陵里边啊 依然配赞了大量的物品 虽然从目前发掘的数十条外藏坑来看 大部分都是陶永和陶器等等 但皇帝和皇后的主墓室里边 到底陪葬了什么 还不是很清楚 不过从目前发现的 同时期的诸宏王墓的陪葬品来看 汉阳陵主墓室陪葬品 还是让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比如最早发现金吕玉衣的就是汉景帝的儿子 中山王刘胜墓里边出土的 金吕玉衣就是将一定规格的玉片 用金线坠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像铠甲一样的衣服 后汉书里边就曾经记载 说这个金吕玉衣啊 是能使人尸身不朽的特制藏服 是汉代皇室最高规格的藏制礼仪啊 诸宫王尚且如此 想必汉景帝和王皇后 也应该是穿着这种金吕玉衣下葬 这个问题史书没有丝毫记载 但是却提到了汉武帝的金吕玉衣 据说汉武帝身高体胖 给他做的玉衣很大 玉片呢用的也很多 那工艺啊更是特别 玉片上啊都别出心裁的雕刻出了 龙凤归林等等吉祥的动物形象 汉武帝一共在位54年 他的茂令啊就修了53年 他带入地下的宝贝是最多的 所以啊 西汉皇帝的领悟早就被盯上了 西汉地领有5000多人看守 还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 那么在地灵管理还很严格的西汉时期 是否有人顶封作案对地灵下手呢 地灵被盗的情况如何 阳陵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西汉时期对于地灵的小规模道具 汉景帝的阳陵没有什么史料记载 但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汉景帝的父亲 汉文帝的霸凌被盗的事 当时有人盗发孝文元益钱 孝文元呢 指的就是汉文帝的霸凌陵园 那么什么是益钱呢 益啊就是埋的意思 其实就是霸凌的外藏坑陪葬的钱财 老百姓的祖坟都不能容忍别人动啊 何况皇帝的祖坟 出了这么大的事 皇帝肯定很生气 这个当时的丞相 丞相严清敌和御氏大夫张汤就商量 说是咱们俩是最大的官啊 应该一起向皇上当面检讨 谢罪承担责任呢 可是到了上朝的时候 这个张汤呢却变了话 等丞相严清敌检讨完了 他就不吭气了 让这个丞相严清敌呢 一个人背了黑锅 他把丞相给卖了 就这么着 这两个人结下了梁子 在这种环境下 有五千多人看着 还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的 西汉地灵能幸免吗 西汉地灵外藏坑 当时有人敢到 那么地灵的主牧师 有没有人敢到呢 正是还真没有盗绝的记载 看来主灵应该是没有被盗 起码在西汉时期 安睡在地下的西汉帝王们 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侵扰 但是平静的日子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无论是高祖刘邦 还是汉颖帝 汉武帝等等西汉帝王们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的陵墓竟然会多次遭受浩劫 死后也不得安身 西汉地灵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浩劫 第一次是西汉末年赤梅军大规模的盗墓毁目行为 第二次是东汉末年以董卓为首的官道 第三次是唐朝末年皇朝农民起军的大规模盗局 那么在如此猖獗的盗墓行为背后 汉阳陵和其他西汉地灵究竟遭受了怎样的破坏 这三次大规模盗墓的背后又有的怎样不同的动机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第十五集 地灵浩劫 西汉末年外戚往往篡权称地 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它调整统治政策 实行改制 结果呢反而是各种矛盾进一步计划 各地农民是纷纷起义 其中山东的农民起义军 赤梅军实力最强 公元二十四年 赤梅军是一路西进占领关中 这下西汉的地灵 浩劫就开始了 史书记载说 赤梅随烧长安宫使势力 宗庙园林皆发掘 就说赤梅军抢掠完了之后 又一把火将西汉经营了二百多年的都城长安化为灰烟 这还不算 他们还派士兵盗掘咸阳园上的西汉地灵 这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 这个记载说明赤梅军当时确实是有组织的对西汉地灵进行了挖掘 但究竟挖到了哪里 光是外藏坑还是包括主灵墓 史书没有说 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对赤梅军进关后的这段历史有交叉记载 他说赤梅军发掘柱灵 取其宝货 随侮辱吕后师 凡贼所发 有玉侠连着 帅皆如生 故赤梅得多行淫晦 这就说赤梅军挖开了主灵的墓室 而且挖到底了 连尸体都出来了 赤梅军士兵除了盗取墓里边的陪葬品 还侮辱了吕后的尸体 因为西汉的皇帝皇后下葬的时候都穿着金缕玉衣 因而尸体得以保存了下来 像活的时候一样 因此赤梅军士兵才干了很多诸如侮辱吕后尸体 这样龌龊淫晦的事情 现在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珍贵的汉代玉玺 这个玉玺就是西汉吕后的皇后之玺 这枚玉玺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长陵被严重盗绝的历史 这方玉玺是用最高级的和天洋纸玉制成的 背面雕刻着的 是赤虎 就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虎 这是古代皇帝皇后的专用印尤 因为当时习印一般都陪葬在墓主人的身边 当时可能赤虎军士兵挖开旅后的墓室把印章拿了出来 后来又不小心遗失在了附近 这个印章因为很小 一般人不会注意到 时间久了 便被泥土掩埋了起来 两千多年以后 成为了当年这场浩劫的一个旁证 这样看来 汉史的祖陵长陵是被赤虎军给挖开了 而且连小小的印章都盗了出来 这盗得也够彻底的了 那么汉景帝杨陵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这个史书里边没有记载 近书里边倒是记载了汉武帝茂陵当时被盗的情况 西晋末年 大臣索林向晋敏帝提到 汉武帝享年久长 礼崩而茂陵不复荣物 其术皆宜可骨 赤虎军去临终物不能减半 于今犹有朽薄危急 诸遇未尽 他这个话就说 汉武帝在位的时间很长 长达54年之久 他活着的时候 给自己准备了很多的陪葬品 等到他死的时候 那东西多的墓里边都放不下了 他陵园里边栽的树都有一篓粗了 赤虎军挖开了他的墓 大量士兵士来搬陪葬品 可是搬了好多天 连一半都没有搬走 即使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晋朝 茂陵还时不时的发现腐朽的丝绸和珠玉等等宝物 当时赤虎军盗挖西汉地领 除了劫财 应当还有政治目的 因此呢 他们的注意力 可能就主要集中在汉高祖的长陵和汉武帝的茂陵上 因为长陵是汉史的祖坟 跑了祖坟就会斩断你的龙脉 汉武帝呢 他的陵墓里边埋的好东西最多 所以他们也重脸盗绝 因此史书就记载 说这两座陵墓受到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 汉领帝呢 是第四代皇帝 他在陵墓里边也没陪葬多少好东西 所以啊 可能不太会引人注目 虽然当时呢 也遭到盗绝 应当没有受到像长陵茂陵那么大的破坏 汉领帝的杨陵 除了西汉末年的这次浩劫 后来呢 还经历了两次大的盗绝 疑似是东汉末年 为军费发愁的董卓 又使吕布发驻地灵 以宫卿以下主墓收齐珍宝 董卓命令吕布带领军队 盗挖汉朝皇帝的陵墓 甚至连宫卿大臣的墓也一起盗绝 劫掠陵墓里边陪葬的珍宝 估计这个吕布啊 应该不会放过汉领帝的杨陵 而且陪葬阳陵的那些贵族大臣的墓葬 可能也跟着一起揍了秧 还有一次呢 是唐末农民起义 当时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占领了京城长安以后 也盯上了关中的汉唐帝令 汉领帝阳陵也不可避免的 再次经受了被大规模盗绝的劫难 因此今天人们所看见的西汉帝令 墓中虽然还是那么高大雄伟 地下的墓室里边恐怕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经过这些浩劫 西汉帝令毁坏殆尽是满目狼藉 东汉初年 光武帝刘秀不忍先祖 暴施荒野 下诏对一片狼藉的西汉帝令进行了修复 这才总算让老祖宗们在地下烧感安慰 东汉末年 以董卓为首的官道 将道墓推向了高潮 就在董卓之后不久 出现了另一个大道 他竟然在自己的军队之中 设立了专门的道墓机构 他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专业的道墓者 那么他究竟是谁 中国历史上三大道墓高潮中的第一波 就出现在西汉末年到南北朝的这段时间 这时期是王朝更迭频繁 乱世之物是鸡民变异 民间道墓之风盛行 最可怕的是大道横行 所以西汉地灵和诸侯大臣们的陵墓就都糟了痒 赤梅军大规模盗绝西汉地灵之后 东汉末年以董卓和曹操为首的官道 更是将道墓推向了高潮 曹操被称为历史上最专业的道墓者 说他专业是他在自己的军中成立了专门的道墓机构 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的官职 专门负责道绝古墓 发丘摸金这两个动词实在是太形象也太奇葩了 发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摸金吗 所以他这两个词把道墓的过程和道墓的目的都明确表达出来了 从道墓的动机来看 曹操董卓是为了军饷 赤梅军和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除了求财之外 道绝帝灵也有向皇权挑战的意味 可是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道墓狂人 他的道墓动机闻所未闻 他居然是为了寻求刺激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诸货王 根本不缺钱 但是他却喜欢玩盗墓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汉景帝的曾孙 西汉的广川王刘去 《西经杂记》就记载 说广川王去 好聚无赖少年 游猎避异无度 国内重仓一劫发掘 就说这个广川王刘去的身边 聚集了一帮无赖流氓 他们整天是游猎玩乐 挥霍无度 他们无聊至极 便将广川王国境内的墓主全都倒挖了 他们倒挖的墓葬有周游王的 晋陵宫的 战国时期魏国王室的多座墓葬 甚至连汉景帝时期的名臣 元昂的墓 他都倒挖了 看下来他不是一个单纯地理名院 他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汉代社会全面的邪道 他完整地把西汉中央集权的体制变成一条一条的外长坑 通过这个反映当时西汉整体的政治结构 文景时期的一个制度 应该是创造文景之治 或者创造汉代盛世的一个基础 汉景帝应当说对文景之治的贡献 依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回望文景之治 需要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汉阳宁是一个标本 是研究礼仪制度的一个标本 社会结构 宫廷生活 社会发展的水平都展现出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汉代社会 在誓死如誓生的中国古代 盗墓是对侍者的大不敬 也是被人所不耻的行为 不管是帝王还是普通百姓 对于祖坟被挖这种事情 都是不能容忍的 那么民间究竟是何反应 官方的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 闹墓猖獗的背后 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永盈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十五集 地零浩劫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是盗墓的大道 官道 同一时期 民间的盗墓活动也很猖獗 所以我们行内 有一种比较悲观的说法 说是汉墓是十目九空 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三次盗墓高潮 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西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 第二次是在清代 后来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现代 很多文物通过走私流逝到海外 非常的令人痛心 盗墓贼穿木打洞盗取陪葬的财物 肯定是对侍者的大不敬 对挖人祖坟的盗墓贼 先不说法律 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批判和唾弃的 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报应的说法 我们刚才讲的广川王刘去 他为了寻求刺激 盗了很多墓 据说他有一次在盗墓的时候 终于得到了报应 他在盗晋国大臣 鸾叔的墓葬的时候 说是挖开墓葬之后 发现了一只白狐狸 手下打上了这只狐狸的左脚 但却没有抓住 让他逃走了 当天夜里 刘去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了一个虚伪皆白 拄着拐杖的老头 对他说 你为什么打上我的左脚 说完就用拐杖打刘去的左脚 刘去给吓醒了 醒了之后 还真发现自己的左脚肿痛 后来就长出了一个浓疮 这个刘去一直到死 这个浓疮都没有好 当然了 刘去脚上长疮 未必与盗墓有直接的关系 这只是一个传奇故事 但这个事也说明 作恶多端 最终是必遭报应 保不住你哪天就出事了 像这样表现盗墓恶暴的民间故事 还有许多 这也是民间否定盗墓 唾弃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应 官方对于盗墓 一直是严惩的态度 禁止盗墓的法律 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如吕氏春秋里边就写道 说当时对于监人盗墓 皇帝以言为重罪尽之 西汉的时候也有发墓者诸 窃盗者刑的法律规定 到了唐宋 一直到明清 这些王朝的法律 都有更为严厉的处罚规定 对于盗墓犯罪 我国的刑法规定 盗决具有历史 艺术 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虽然有舆论的谴责和刑罚的严厉制裁 很多盗墓贼 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呢 一句话 金钱的诱惑 但盗墓绝不仅仅是触犯法律 有时候弄不好 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小命也打上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发掘一座古墓的时候 就发现在一处盗洞的底部 有一具坐着的骨架 他的头顶上有一块砖 根据我们推测 这位应该就是被同伙害死的盗墓贼 你想盗墓贼都是贪婪的贼 因此建材起义 屠材害命 对他们来说 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估计 这两个盗墓贼合伙做这个事 一个下去取东西 一个在上面接 接完之后呢 上面那位心动了 直接就扔下去一块砖头 把底下那位给砸死 虽然听起来有点讽刺 但也充分说明了盗墓的风险 自古以来 有盗墓就有反盗墓 盗墓笔记小说里边写的古墓里边 机关重重 也不是完全凭空想象的 尤其是帝王陵和贵族 他们都为身后的防盗 做足了功课 那么中国古代 都有哪些防盗措施呢 真的像笔记小说里写的那样吗 汉景帝的杨林 又采用了哪些防盗措施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帝林作为当时的国家一号工程 防盗措施自然是工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汉阳陵用了哪些措施来防盗呢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十六集 帝林防盗系统